苗栗縣議員陳光軒總質詢 點出縣內另類行人地獄 多處人行道上有電感電箱直災 對輪椅族而言相當不便 希望縣府協助改善 此外縣內長照交通接送 跨縣市醫院集中台中 認為應該南北均衡 人行道上路數黨道直災蔓延 苗栗縣議員陳光軒 點出縣內另類的行人地獄 我今天點出來的是說 我舉了幾個案例 我看到平常就是 對於我們行人比較不友善的案例 像頭份工業區這一邊 它的這個直災跟人行道 幾乎是同寬 所以非常窄 其實說真的 我直災其實 我的見解是 應該是可以少一點 應該是可以少一點 讓我們人行空間可以來做放寬 那在這個人行道上面 還有一些水溝蓋或者是孔蓋 其實對於這些輪椅族 尤其我有看過有一個地方 它還是有那種杜星閣乍板的 那個對輪椅推過去 其實輪胎都會卡到 那個杜星閣乍板上面 行人難行對輪椅族來說 更是卡卡 甚至得要繞道而行 要求縣府協助改善 人行道的改善 我們會遵照林佑昌部長 那個人本這個 人本這個人行道的 人本環境 我想拿那棟油 對於安特芬那裡 拿一棟露營膏 要出來散步 那棟油你的事情 也感謝議員的支持 要希望公務部 公務處 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 怪怪我們陸續改善 盡量做 讓這個鄉親有感的事情 此外 縣內長照交通接送 就醫服務 跨縣市指定醫院 勸述集中台中 應該要南北均衡 苗栗的這個 長照服務的這個交通接送 都只有往南送 沒有往北送 那對於很多 苗北地區的 這個鄉親來說 他們會覺得說 非常的不便利 那他們可能 長期就醫的習慣 也是希望說 可以到這個 北部的醫院 那目前我們 跨縣市的指定醫院 全部都在上面 上列這幾家 都在台中 那現在我們也積極的努力 在明年度 我們現在目前也向中央 再申請三部 所以藉此如果能夠有 43輛車來提供我們 苗栗縣的一個服務 在北端的這裡 就是往北的那個 的交通接送的話 這一部分我們可以來克服 隨著長照接送 需求增加 縣內的服務量人 也向著強化的方向邁進 讓縣民享有更便利 安心的醫療資源 謝謝 謝謝